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26号出席活动 他指出中共大量资金补贴传统晶片将导致产能过剩 雷蒙多并强调美国需要防止先进技术流入中国 是出于国安考量 雷蒙多指出拜登政府正在与产业领袖合作 并与盟友协调一套新的出口管制措施 但拒绝提供最新的时间表 新唐人亚他电视领域堂张其林综合报道 拿兜营特席活动